石牙营对人有什么危害? 石牙营的形状酷似蜜蜂或黄蜂,但对人无危害。 石牙营常在花丛中悬飞,有时振动双翅悬停在空中, 或突然做直线高速飞行,而后盘旋徘徊,非常壮观。 石牙营幼虫以捕食果树芽虫为主,是果树害虫的主要天敌。 石牙营成虫以花粉、花蜜为食,传播花粉,在植物授粉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石牙营在我国分布很广,从南方至北方分布着三百余种。 石牙营一般以幼虫或涌在土中、石下,枯枝落叶下月冬,少数以成虫月冬。 成虫在早春出现,春夏季盛发,兴喜阳光,常飞舞在花间草丛或芳香植物上。 石牙营